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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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认为的成功 是我永远知道自己应该往哪里走 而当我做到了之后 就是我曾经分享过的一句话 成功它只是当下而已 学习才是永远的 2010年 我拿到了世界冠军 那一年年底 我开了第一家的面包店 我深刻的体会到 那我只会做好吃的面包 但是我不懂经营 以及呢 连一份财务报表我都看不懂 所以呢我才 去念EMBA 然后去懂财务 然后再让自己的 从零开始这样子 接着就是 我必须要团队的一个经营 那 我也特别呢 请了日本的一个老师 然后来教我们 如何进一家面包店 身为一个经营者 我应该给我的团队 什么样的环境跟愿景 从团队到组织 到个人 都必须要有一个共好 所以我也觉得 也让我的店里面 主要的师傅还有干部呢 成为我的股东 然后带他们去世界的学习 这样子 其实在08年之前呢 我是在一个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碰到了金融海啸 当然是很大的一个打击 对所有的投资人 也是很大的打击 但是呢 其实我那时候开始反思 到底我们做的事情 是对的 还是不是对的 最终的投资人 就是银行的客户 到底有没有赚到钱 就像刚刚保存说 怎么样去共好 怎么样能够跟客户 有一个共好的一个关系 离开了基金业 那终于找到一个地方 我认为呢 可以把我的想法呢 能够实践 就在UBS这里 在两年前 我们推出这样的一个服务 现在好 大家说创新 所以出现了什么 理财机器人 客户呢 直接去面对这些产品 然后呢 可能做很简单的 所谓的问卷 之后 就已经决定你要的产品了 你可能没有办法了解 为什么机器 这样子去做 它去除了人性 但是呢 你没有 所以呢 你还是会受到市场的影响 150多年来呢 其实我们终于做了 一个很重大的改变 就是呢 还是有这些东西在 但是呢 也还是有理财的顾问 你必须要能够追踪每一个人 这就是科技在里面 每一个客人都是不一样的 都必须要去被监控 必须要去了解他 现在做的事情什么 然后呢 提供很好的一些建议 但是没有所谓的利益冲突 两年下来呢 其实我们觉得 我们做的还不错 我们的客人呢 的绩效也非常好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 我觉得最大的逆境应该看不懂财务报表 哦 这个是最大的逆境哦 对 那有多痛苦 是面子很难怪 还是里子真的看不懂 不是 是真的看不懂 真的看不懂 那我一定要去思考这件事情 对 所以说 才会想去念书 对 因为我知道说 我必须要懂 我必须懂 我必须要有基础理论 那我才能够去实验 我才能够去理解 我也才能够去经营一家公司 对 所以说我是 应该是说 这个决心也就是逼自己啊 对 然后其实这个 这个态度也是从我在 在应该是说这个比赛的过程里面 给自己下的一个决心这样子 因为是碰到了 刚好UBS有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它有这样的系统 但是其实它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组织 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其实经过我们很大的幅度的改变 就算费用这方面 其实我们已经打破了UBS的规定 其实给台湾了一个例外 对UBS来讲 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是不合规的事情 内部 他们会觉得 怎么可以这样子定价 你怎么可以定这样子的价 比如说在内部来讲 他觉得我们定的价格太低太低了 我们就寻求到一个市场 然后到一个市场的一个segment 在市场的那个点 那个层次上面 让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地方 我们从那个点去突破 然后再去证明 证明了以后 我们再拿到更多一点更多的资源 我必须说没有很多资源 我们感觉好像有点内部创业 所以我们的团队其实也都 大家都蛮辛苦的 我赞成保存讲的刚一句话 就是呢 我们压力很大 但是我们是快乐的 我相信保存也是一样 就是他自己做的面包 他一定敢吃 对不对 我们也是一样 我的钱呢 我全部放在我自己 我们设计的这样的流程 这样的服务里面 我是第一个客人 我并不是只放一点点钱进去 我把我所有钱放进去 我就赌下去了 因为我自己是客人 所以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感受是什么 虽然会碰到很多的 我们很多内部的 或是外部的这些挫折 但是我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情 是对我们 对我们台湾投资人是好的 对我们的客户是好事情 我们是 所有的赚的每一毛钱 我们都可以跟客人解释的 非常的清楚 而且客人能够接受 所以我觉得这是 让我前进的一个动力 我觉得我 我成功转型的一个重点 我是觉得在 我会不会被自己设限 然后去找答案 还有执行力 以前做面包我喜欢学习 那回来之后我喜欢复制 复制完之后我喜欢去挑战它 挑战那个师傅这样子 所以 所以我可能也是因为这样 那我的 我在经营里面 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不懂没有关系 让我学 那我不喜欢被矿注 那我呢 我喜欢实验 所以我尝试了很多东西 当我困住的时候 我会想办法去突破 那最好的突破方法就是 学习跟执行 当学完了 就一定要去执行 执行完之后再去检讨 检讨完之后再去执行 这样子 我都是用这样的循环 所以呢 我会觉得每天都很快 我觉得事业最大的目标是 我觉得是一个团队 对 那我觉得 如何能让团队可以共好 其实我觉得在这一块包含说 我们如何让团队的家庭 各方面都能够 都是能够不断地成长跟进步的 对 我觉得我的这个事业跟人生的目标 应该都差不多 我的事业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推动这个产业的一个变革 那你说这个变革之后 会不会 对我个人来讲有多大的好处或怎么样 我觉得一定会有吧 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好的事情 那为什么还继续存在呢 我是觉得 我是很纳闷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想不通 那我就想要去尝试去改变它 那所以我觉得我的目标大概是如此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 就是持续要做下去了